臭乞丐真会起 不让你吃 美女你能不能积点得呀 你这样做还有良心吗 关你什么事啊 你是不是吃饱我撑的呀 我奉劝你一句 恶人终会有恶报道 我没时间跟你们废话 我要去谈一个大项目 我这个项目比你们的命都重要 哎 忘了告诉你们啊 小心他讹你呀 真是一个比一个傻 大爷 你是不是渴了 大叔 你是不是饿了 大叔 那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小白 你在这儿看好大叔 慢点吃大叔 不着急 喝口水 别噎着 喂 我在公司楼下呢 这边临时有点事 这样 你派两个人下来 帮我把这位大叔安排一下 嗯 好 就这样 大叔 你在这儿等一下 一会儿就会有人来接你的 我那边还有点事 我就先走了 走小白 你们老板有没有点时间观念呢 我都等了一个小时了 这项目还签不签呢 那种 小副 你先下去吧 好的 那种 不好意思啊 刚才让你久等了 您就是那种啊 咱们也算不打不相识啊 刚才的事情真是误会 误会归误会 但项目 该签 还是得签呢 我也觉得是个误会 咱的项目该签 还是得签 还是那种爽快 大人不计小人过 咱们以后合作一块 什么 解约合同 幸亏 刚才在公司楼下的一件小事 才得以让我看清你郭总的人品 才能够让我及时止损 纳总 你可考虑清楚 我可是带着大项目来的 什么大项目 小项目 区区的一个项目 对于我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这合同 不是签与不签的问题 而是你不配 纳总 您看这样行吗 今天这份合同 您只要签了 楼下的乞丐 以后的衣食住行 您全都交给我 之前的事情 就当没有发生过 您看这样可以吗 看把你给吓得 我也只是跟你开个玩笑 是是玩笑 那这个合同 合同 什么合同 哦 对了 忘了告诉你了 我可从来不跟陌生人 开玩笑 纳总 你个强烈 别会回 难道你现在还不明白 你刚才采的 不是面包 而是你的饭碗 出去 你是绑架的人 你帮着我的魂 魂在其中 就找不到 姑娘 你的鞋掉了 谢谢你啊 大爷 不客气 大爷 这一百块钱 你拿着 不用不用 以后多度一点 那谢谢你啊 大爷 不用谢 不用谢 给我拿点钱 行了行了别数了 就这么点钱 还不够请我那帮姐妹吃饭的呢 再给我拿点 行了行了你真啰嗦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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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姐妹 晚上把姐几个都叫上 老地方见 我安排 你谁呀 你整天开着豪车 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 你知不知道 你那年迈的老父亲 啃着冷馒头 风吹日晒的在卖菜呀 你这样做于心何忍呀你 你谁呀你 我认识你吗 来 你给我下来 他妈 往里面有豪转泊 你自己弄着 我今天就不出去吃饭了 我和你一起把这些菜卖完 我们一起回家吃饭 大爷您的这些菜我全要了 您帮我装起来吧 哎好好 来这是菜钱 大爷从今天以后 你就不用在这里摆摊了 我的公司就在前面 你以后直接把菜送到我公司食堂就可以了 好好那太感谢你了 慢走 辛苦了 进 那种你找我有什么事 老常啊 你来公司干了多久了 差不多快六年了 那你知不知道 在公司门口吃饭 有个公司形象 对对对对不起 那种我家里面 你别说了 这份解约合同 你签了吧 这点钱就算是给你的裁员补助了 那不 我求求你 你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以后不会这样了 我家里面缺口我这点工资 你要开除了我 我以后可怎么办啊 那这样吧 我这里还有一份更辛苦的工作 你愿不愿意做 我愿意 我愿意 我不怕吃苦 脏话如何我都能干 那你把这份合同也签了吧 为什么老常光吃米饭不吃菜 是咱们后勤部订的菜有问题吗 娜总 您误会了 老常家里发生了变故 他妻子得了恶性肿瘤 花了很多钱 这不 他孩子还在上学 所以说他一有好吃的 就都带回去了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安保部经理了 月薪再加三千 交通补助 参补再加一千 怎么 你不愿意啊 愿意愿意 我愿意 天天光吃白米饭 怎么能行呢 来 我这里有一份饭 你快趁热吃了吧 快趁热吃了吧 谢谢大总 谢谢大总 只有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才能更好地照顾家人 来 这些钱 你拿着 赶快去把阿姨的住院费交了吧 对不起对不起 你虾呀 你是不是演虾 我看你啊 就是故意的 我看你啊 这辈子就是保安的料了 小李 刚才进公司那两个人是干什么的 好像是谷总和他老婆 是不是上次在石总饭局上的那个人 大总你忘了 上次他说好像有个项目要给你弹 行 那我们走吧 我跟你说啊 今天这个项目要是弹成了 最少是这个数 那我上次在商场里面看对的那个项链 你必须给我买 买 必须买 这个项目只要弹成了 别说一个 两个都给你买 你爸生病了需要六千块钱 没有没有 我都忙着了先挂了啊 谁打的电话 哎呀我妈打电话 是我爸生病了 让我给他转六千块钱 我们可没钱 赶紧让他找你妹一样去 能用你说呀 我肯定不给他们天天烦我 那总好 说吧找我什么事 那总上次不是跟您说了吗 我有个好项目 媳妇快快快 怎么样 那总 这个项目不错吧 嗯 不错 确实是一个稳赚不赔的好项目 但是我是不可能跟你合作的 为什么呀那总 为什么 因为我从来不跟人品差的人做生意 那总 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误会 你刚才在楼下的那些所作所为 我都看见了 我可不认为这是什么误会 原来是这样 我不是在楼下 帮你教训了一下这小宝阿玛 因为这个 你连钱都不赚了 和有些人做生意 我怕把我的手给弄糟了 李秘书 送客 二位 请吧 你别后悔 哎 最后 再送你一句话 父母养你这么大 不容易 别娶了媳妇 忘了娘娘 你好 你快戴口罩 我不要 女士 口罩是免费发放的 免费的 免费的我也不要 女士 为了你和他人的安全 请快戴口罩 我都跟你说了 我不戴口罩 哪有那么多事啊 可是 你不戴口罩 对你和他人也不安全啊 我是特地从 美国回来 跟你们公司签合同的 戴什么口罩啊 在那边 是要讲究人权自由的 戴不戴口罩 是我的自由 你知道什么是 人权自由吗 哼 像你这样的人 一辈子只能做一个 亲话的 臭宝案 站住 你谁啊 你今天 必须佩戴口罩 你又是干什么的 纳总 你就是纳总啊 你不会像这个保安一样 运服 别让我戴口罩吧 不好意思 这位女士 让你失望了 今天 不管是谁 必须佩戴口罩 才可以进去 我们中国人 向来团结 在疫情面前 更是众志成成 没有一个掉队的 这位保安大哥 这么辛苦的在这里 免费给大家 发放口罩 这种精神 更是值得 我们每个人去敬佩 和学习 你既然 这么喜欢 国外的生活 那么 就请你从哪里来 回哪里去 纳总 我是专程 从American 回来跟你们签合同的 如果你不和我们公司 合作 那这350万的损失 你扯得起吗 现在疫情形势 这么严峻 你不配戴口罩 致别人的生命 安全而不顾 像你这种人 别说是一个项目 就算是十个项目 我也不会和你合作的 我们公司 不欢迎你 我们所有的中国人 都不欢迎你 这个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是谁的 老板 是我的 好 拿着你的录取通知书 去财务结账 走人 老板 我哪里做的不够好 你跟我说我可以改的 哪来那么多废话呀 赶紧走人 纳总 今天您必须说清楚 雪林她一直是我带的 她工作一直很努力 她到底哪里做错了 你给我闭嘴 你要再多说一句话 你俩一起给我走人 师傅 你不要再说了 我走还不行吗 明天 别再让我看见你 哎 雪林你别走 我今天必须给你讨个说法 纳总 哎 哎 柔柔 你说雪林平时挺努力的呀 纳总今天是怎么了 谁知道我都发什么疯了 纳总 今天你必须说清楚 雪林她到底哪里做错了 进来都不知道敲门的吗 我做事还有你来教吗 暑假都快过完了 她不上学就是错 她和她弟弟都考上了大学 他们家里又非常困难 她父母又都是农民 雪林之所以这么努力的工作 就是为了挣钱给她弟弟交学费 咱们就这么让她走了 是不是有点不合适 她必须要走 你知道吗 你以为你这样做 是在帮她吗 你是在毁她的前途 可是你这样做 是在毁她整个家庭啊 行了 你不要再说了 赶紧让她从公司搬出去 亏她还说你是个好老板 原来你也这么不尽人情 喂张经理吗 雪林的工资 你给她按四个寒假 四个暑假来结 嗯好就这样 哎雪林 你等一下 老板您这是 雪林啊 以后每个寒假暑假 你就来公司上班 其他的时间 你就好好学习就行了 另外 这五万块钱 你拿着 老板 这又我不能要 你就拿着吧 雪林啊 你记住 只有知识 才能改变命运 否则你的青春 只能换来苦力 你好好学习 等你毕业以后 还来公司工作 公司的大门 永远没长 老板 小儿的少年 人家的心能 是家里的水呢 老板 求求你给我把工钱结了吧 你个神经别给我松开 老板 我求求你了 这是我儿子的救命钱 你不能再拖了 管我屁事啊 我看给你俩不要俩滚 你俩滚 一千钱真他妈会起 住手 给你 那走 我劝你今天不要多管些事 他们辛辛苦苦 给你干了大半年 你凭什么不给他们发工资 居然还敢动手打他们 你还有人性吗 你算什么东西 我打这个臭农民工 关你屁事 再说了 他们该打 我开心 你管得着吗 为什么农民工付出了劳动和汗水 在你这儿却拿不到相应的报酬 他们的工资什么时候发 跟你没关系吧 多管闲 既然你这么说的话 那么我就会为农民工兄弟 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 如果你想挑战国家的法律的话 就等着被起诉吧 那总你也太小奇大做了吧 他们的工资我又不是不发 提时间问题 既然能发 为什么现在不发 非要拖着 谁让农民工兄弟不好过 我就让他不好过 来大姐起来 大姐 这卡里有十万块钱 你赶紧拿回去 给你儿子看病吧 不不不 他们就签我八万 你这卡还是拿回去吧 拿着吧大姐 这多出的两万块钱 就当是给你的补偿了 我不能让你们既干了活 又含了心啊 那就谢谢那多了 现在有国家撑腰 为你们套心 你们就放心的回家吧 哎那那那那那不是你男朋友吗 喂那那喂家号 我在公司啊 好我知道了 男人呀果然没有一个好东西啊 哎那那 妈这两天 我女朋友疑神疑鬼的 这段时间我就不过来了 妈 这钱你先拿着 妈 过段时间 我跟你找个保姆 你想吃什么 喝什么 就跟保姆说 让他给你忙 哎那那 你怎么来了 怎么 我不该来是吗 还是不该来 打扰你的好事 我真没想到 你是这样的人 家号 这是怎么回事 我问你话呢 你说话呀 娜娜 对不起 我不应该骗你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之前 谈了几个女朋友 这就是你妈 你听我解释 解释什么 咱俩不合适 以后别联系我 娜娜 儿啊 以后找对象 就别往家领了 啊 你就当没有我这个妈 是妈拖累了你 是妈对不起你 家号 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了 我既然什么都不知道 你瞒得了一时 你瞒得了一世吗 娜娜 如果你想分手的话 那就 儿啊 我三番五次的跟你说 不让你来看我 你就是不听呀 二呀 好不容易找个媳妇 你就好好的跟她过就行了 不要管妈 你不要管妈呀 妈 我不是不听你的话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没想到我会发现是吧 阿姨含辛茹苦的一个人 把你拉扯大 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罪 她皆尽所能的 把最好的都给了你 百善孝为先 父母是给予我们生命的人 是养我们长大的人 生而为人 要有良知 难道你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 嘉浩 我既然选择了你 我们就是一家人 咱们把阿姨接回家 以后啊 我们一起照顾她 对不起对不起 没事 以后走路小心点 很远或是昨天 在 丹妮 你的外卖 哎 雅丽啊 这个男的是谁呀 怎么牵牵来呀 也没见 丹妮捡外卖呀 就是就是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不要再穿这个衣服来找我 我也是送餐路过 怕你不好吃饭 所以 给你送点饭 那么多同事看着我 丢不丢人呢 那这次你就拿着吃吧 我不吃 你再这样我们就分手吧 老板 这里啊有份文件 需要你签字 刚才外面吵吵闹闹的 是怎么回事 我和我男朋友吵架了 吵架了 有什么事情 可以好好商量吗 不要闹到公司来 影响不好 纳总 有个事 我想让您帮我出出主意 有什么事 坐下说吧 就是 我上大学的时候 是我男朋友打工 跟我读的书 可是他现在 就是个送外卖的 他只有初中文化 长得也不帅 我总觉得跟着他 以后会对不起我自己 你男朋友 供你读的大学呀 嗯 那你读书 又是为了什么 为了找个好工作 赚更多的钱呀 丹妮 你听说过一句话吗 受苦 长本事 享福 偏毛病 读书呢 是为了让我们 民事里 知荣辱 而后 以媚脸自欠 如果 十几个大字 懂几两学问的话 就觉得自己 高人一等 那不是揣着别人给的肉 他嫌弃反脏吗 如果你觉得他不好 那就帮助他进步 如果你觉得他 未来不可期的话 那就两个人一起努力呀 在没有供你上大学之前 他也是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呀 可是 他为了供你上大学 放弃了原本安逸的生死 这份坚持 又有几个人能做到 他父母如果知道 他曾经为了你遭过这样的罪 那该有多心疼啊 他拿真心当筹码 为的就是和你能走到最后 而你 现在却说出这样的话 可是 我一想到有些人 年纪轻轻的 就赚了大钱 开了豪车 而我的男朋友 还只是个送外卖的 我心里就不舒服 丹妮 你这样说就不对了 除了生老病死 人大部分的疼痛 和不辛苦 都是自身的价值观带来的 只要赚的钱 是干净的 做什么都不丢人 不要轻易去相信那些创业实话 告诉你 我来告诉你 这个社会的真相 其实 大多数的年轻人 如果不是家庭条件优越的话 是不可能在二十几岁的年纪 就买了房和车 其实 普通人还是挺多的 有一个真心对你的人 不容易 你要好好珍惜 你们两个人能在一起 不要只看对方有多有钱 而是要看 能为你们之间的感情 对些什么 你记住 真心 永远比黄金更可贵 好的那总 我知道了 我现在就去找他 送你三月的风 六月的月 九月的风水 倒雪满天掉 零缩你 哎宝哥你干嘛呀 那个人一看的是碰瓷的 他一个学生 怎么可能是碰瓷的 宝哥 老板再次叫你过去 是想提拔你当主管的 这个机会 你等了多久了呀 哎呀 如果这个孩子 真出了什么事 就算给我这个位置 我也于心不忍呢 小兄弟 你没事吧 来 我马上送你去医院 你是病人家属吧 我不是 孩子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幸亏孩子送来的 比较及时 现在没什么大碍了 赶快去交一下 住院费吧 好吧 老板 请进 你已经整整迟到 三个小时了 老板 是这样的 不要跟我解释 主管的位置 已经让给别人了 你走吧 那好吧 喂 弟弟 宝哥 主管的位置怎么样了 老板说我迟到了 主管的位置 已经有别人了 你再说一遍 就你的人 叫什么名字 王宝 好好 我知道了 我这有事 一会儿去医院接你 哎 等一下 你们刚才迟到 是不是因为救了一个学生啊 是的 那我 那你想不想升职啊 啊 主管的位置 不是有别人了吗 谁说我要让他当主管的 我要让他当机器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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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很过分呀 怎么了 你知不知道 你今天让我多丢人呀 我好不容易 把十多年的弟兄们全请在一块 多吃个饭 这人卡里面 半毛钱都抓不出来 你以后让我怎么换呀 大哥 卡是我停的 你停他卡干嘛呀 那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呀 你出国旅游花费十几万 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 你换新车 花六十万 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啊 那又怎样 我是我哥的弟弟 亲弟弟 弟弟 你该长大了 我们分家已经三年了 更何况 你哥分家的时候给了你两百万 你拿去干嘛了 整天带着一帮狐朋狗友 胡吃海喝 无所事事 坐吃山空 再多的钱 也会被你给败光的 哎 你说这些我就不开心了 我喝酒 但是为了应酬 为了扩大我的人脉圈 你那叫人卖吗 有钱的时候都凑上来了 有事的时候跑得比兔子还快 你管得着吗 我花的是我哥的钱 你哥的钱 这些钱可是我和你哥 辛辛苦苦打拼出来的 哎 那那我就这么一个弟弟 我不疼他 谁疼他呀 够了 你疼他 你是在害他 你问问他 他一年之内换了多少个女朋友 不下十个吧 每个女朋友 动不动就买个几十万的包包 首饰 你当我们家是开珠宝店的 你就是一个铁空机 哎 怎么跟你嫂子说话呢 放追重点 那那 你就少给他点 别让他在这烦 不可能 我的忍赖 已经到了极限 哎 哎 哥 你看到没有 现在你说话呀 都不好使了 哎 那那你就给弟弟弟嘛 咱们就不差那点 我们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钱要用在刀刃上 好 既然你们这么无情 那你别怪我无义 咱们亲兄弟 你又算上 好好 算什么证啊 公司股份 分我一半 你说什么 我说 公司的股份 分我一半 分我一半 好好 你疯了吧 这个公司是由你嫂子的嫁妆 一点点干出来的 趁什么分你一半 我们是一家人 我是你的兄弟 分你一半 过分吗 好像说的 还有点道理 看嘛 还是嫂子民事理 来 咱们呀 把协议签了吧 看来 这是由准备而来呀 那是 我从来不打 无准备之仗 你不想幸有你个老巫婆 你说个是人话吗 你嫂子不打你 我都想打你了 你你们我告诉咱妈 谁说我不打 今天你告诉谁都没用 给我滚 是 我发情 你得走 优优优独播生 我发情 优优独播生 你觉得优独播生 什么事 我发情